好 今天要講的Marvel Legend Madam Hydra 就是狗頭蛇的女士 她好像也是 我有看動畫認識她 都是狗頭蛇的反派高層 都是幹部 我當初出綠色 我以為她是神盾局的女兒 神盾局 局長也有個外星人 是整隻綠色的 我以為是她 其實也是 改了一點 如果是Marvel Legend 我又不知道是誰 ABC的樣子 這個髮型也是ABC的 但這個全新綠色就是狗頭蛇 因為狗頭蛇的Logo 都是 咦 看到 是以綠色為主調的 很多時候 這個 它有兩支窗 那支窗 那支窗根本就是 在之前已經有 在黑寡庫等等 都有的 但這些窗 它就做了一個蛇蜊 槍柄給她 漂亮了很多 那進去有一個窗袋 那窗袋 那窗袋呢 放大一點點 那窗袋呢 就有狗頭蛇的Logo 狗頭蛇的Logo 然後呢 就給你放 兩支窗 它又真的沒有配片 這支窗袋 又是 這支窗袋的設計 雙關節 那接著 說一下身體的設計 那 上修 就是 單關節 這個是舊的設計 因為 很奇怪 你看這個 Daisy Johnson 是雙關節 這支窗袋 它又是單關節 那下手是雙關節 那下手是雙關節 然後這個也是新的 C-38號旋轉 那很奇怪 反而這個 就是雙關節 所以是雙關節 那接著 沒有什麼手型 拿槍手和拳頭兩隻 沒什麼特別的 這個角色 我想 都 不稀有 好像 以前已經出過 這個是新版 我覺得 Marco Legend 有一樣東西好 就真的 他偶爾就會 再版 新版 那 變成 追究的 對他來說 我覺得反而 真的不太適合 因為新的 很快就出 不停出 一平出 這樣 這樣 我想這個 身體也會繼續 原容 類性身體 但是 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 一個是雙關 同一個 同一款 就是同一個方法 為什麼一個是雙關節 一個就是單關節 好奇怪 這件事 應該兩邊都是雙關節 反正你的 阿前都一樣 好像設計 基本上 只是個關節 為什麼是單關節 你又不是手 手臂 因為又做不到 你這個也是有 我不太明白 這件事 有點 混亂 還有 他的發音也很厲害 經過 擺好了 轉彎 他的樣子也是 那些 設計 慢慢的 樣子 我覺得樣子 真的不知道 好像再漂亮一點 好 那就是這麼多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